血统真的是要小心了 连常用的橡皮擦可能都是有毒的 行政院小宝会就抽查了 市售25件的橡皮擦 发现有6成以上都含有零粉二甲酸的可塑剂 而且大部分都还是在校园的合作社是可以贩卖的 最可怕的是这些可塑剂还超标了300多倍 一个卖5块钱10块钱的橡皮擦 是血统每天都会碰到的基本文具用品 但小宝会抽查却发现 要当心有毒 25件当中居然有15件 也就是6成含有可塑剂 如果小朋友擦完了残留在手指上 再放进嘴巴 可能就会干扰到内分泌 严重还会造成不韵 可怕的是这些橡皮擦就在国小学校合作社里贩卖 像北市光复国小卖的橡皮擦最高超标314倍 台中信义国小的也超标301倍 显然校园也没好好把关 国家标准 重量比不能超过0.1% 可能最高最高到31.4就是314倍是最高的 最低有170倍 除了要求业者将问题读橡皮擦马上下架之外 也提醒学童用完橡皮擦最好先洗手 别把手直接就放进嘴巴 除了被抽咽的学校合作社 那些小书店文具行 或者是夜市卖的橡皮擦都没有任何标示 问题恐怕才更大